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各界的支持推动下 共有6000多名选手齐聚基隆体育馆 以舞会友展现十多种舞异的特色 112年全国舞异展演 我们这次有楼梯球运动舞蹈 原住民舞蹈还有太极拳 中东地皮舞 瑜伽 排舞 土豪舞 新住民舞蹈和活力健康舞 一共有十几下 而且我们来自全国包包金门 彭武有6500多位选手 来参加这个全国舞异展演 我们去年在花莲 前年在台中 今年又会来基隆办 我们非常谢谢我们小岸市场 大力来支持 也谢谢我们体育署 大力的站住我们的活动 非常谢谢议会还有学友电场 让我们这活动越办越成功 非常感谢郑锦州理事长 承办我们全国的舞蹈赛事 那我们来这边看到非常多的运动团体 包含我们楼梨球 太极拳 土豪舞等等 都一起来这边表演齐聚一堂 除了有益身心健康也广结朋友 那我觉得这代表着我们基隆市城市的一个进步力量 非常谢谢大家的资源 那我们基隆市议会 我也代表基隆市议会 全力来支持我们体育界的各项活动 我个人也是单项运动的主委 我们希望我们体育活动 可以在基隆继续蓬勃发展 这代表我们基隆有朝气 然后蓬勃进展的迅速 然后我们也希望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 看到我们基隆的美 支持我们基隆 回回了11年 我们终于舞异的展演 又回到了我们基隆 尤其是在这个运动场馆 是我们刚刚修赛完成的 所以六千多名的选手 在我们这个崭新的体育场馆里面 展现了我们最大的运动动能 所以也期待我们基隆市 其实是可以承办如此大型的活动 当然我也要特别感谢 我们体育总会 我们镇里市长 和一年一年的承办 那也欢迎借这个机会 各县市来到了我们基隆的 各位武林好手 各位运动好拳手 能够来到我们基隆 好山好水好风景 同时也好游玩 今天办得这么成功 我们要感谢很多人 尤其我们的全国政理市长 和市长 以及厂商 像谁的厂商 这个武艺 这个运动 是非常花钱 还有感谢我们体育师 对这个运动有支持 如果运动搞得好 大家来共襄盛起 有的省了好多的健保会 这是个正面的 担任中华民国县市体育会 联合总会总会长 及基隆市体育会的理事长 正经州 感谢中央到地方的全力支持 议长佟子伟 与多位市议员 也亲自到场 参加这场隆重的 武艺盛会 现场并颁奖表扬 支持体育的各单位 共同促成这场武艺展演 提倡健康的运动风气 也带动基隆的产业 与观光发展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